今年4月才在巴洛子鱼港举办农舟点金即将仪式 希望魁违两年的基隆农舟赛能顺利在今年恢复举办 没想到还是抵抗不了疫情升温的压力 原本计划参赛的机关团体纷纷打退堂股 造成报名队伍过少 主办单位因此决定停办 有关今年基隆市端午农舟加年华 因受疫情影响报名队数只有9队 那许多机关团体都因为疫情而取消了报名 那经本府邀及体育会及农舟委员会 综合评估过后 继续办理下去可能没有相关的效益 那因此今年度就决意停办 农舟委员会主委郑国昌虽然觉得遗憾 不过也认为保护参赛选手安全最重要 这整个疫情已经那么严重 那么相对的在选手跟选手在对比的时候 那距离都很近 也考量到整个大家的安全这样子 那这三年没办法都会见 当然事情也很可惜 除了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签国车顾问也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郑景州建议 明年如果基隆农舟赛能恢复举办 在基隆火车站前的国门广场完工后 希望可以改到基隆港区举行 以彰显基隆港都城市的特色 明年的话看我们疫情过后 我希望说跟市政委建议 因为以前体育会办了的时候 有两年在我们的海航广场那个时候办 可是现在海航广场很漂亮 包括国门广场 现在都全部拆掉 是基隆最漂亮的地方 我希望说明年 我们的农舟赛 逸赛可以在正明以港 结赛之后 我们一天 半五前那天来在海航广场 还是国门广场来办 让我们外县市来观看 我们基隆最美丽的地方 也会展现我们泥油汤 这几年在海航广场 城市广场所建设 让外县市人看得到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